我们晓得5号的晚上成龙他突击了张慧妹的演唱会的现场而递水 而且还说这是王力宏派他来的 这也让张慧妹跟王力宏之间他们的关系更耐人寻味了 而今天下午王力宏就出席了活动 他怎么说呢连线给我们的记者 主播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就是在王力宏代言活动的现场 他今天还是特地从美国赶回来台湾来出席这个活动 而在现场大家也是把焦点都给放在阿妹的身上 因为5号晚上时阿妹在举办演唱会 成龙突然上台递水给他 而且还说出是王力宏请他来的 这一句话引起不小骚动 他今天下午在现场也做出回应 贺琴嘛 然后他这次也是难得来到台湾 那我们都会聚会 我跟成龙大哥我知道他很爱音乐 但他也听到就是隔壁隔壁在那边做音乐 然后所以他就就我就带他过去 我们就一起很开心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王力宏是马上否认了 而且他也说成龙会上台递水 绝对是他一时兴起的关系 并不是自己要求的 而在现场媒体再度问到他和阿妹的关系时 他也直说好无聊 希望大家不要再模糊焦点了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 我们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好对于外界的传言 王力宏是低调的回应 也谢谢我们的记者张宁 我们下记者张宁